有科学家从全球各地招募了2700位一系列大学生 再把他们统统拖进一个假想实验 实验会发给每个人一笔钱 用来购买理想伴侣的条件 包括性感、有钱、善良、幽默、真洁、信仰、虔诚、喜欢小孩、富有创造力等八项 有心理学家整理出他们在择偶时最经常考虑的特质 而参与的大学生需要按照自己的喜好 将手里有限的预算逐一分配给每个特质 不管你信不信但结果真的显示 善良才是一个理想伴侣最重要的特质 实验显示大学生们平均会拿出25%的预算给善良 其次才是性感及有钱这两个大热门 而在性感这项特质上 男生出价会比女生高一点 有钱则是女生略高 至于其他五项特质能分配的比例几乎都不到10% 加分的效果是相当有限 所以如果缺少了上面说的子偶三大天王 那就算你是个风趣幽默 集中创意三三睡前都不忘祷告 喜欢逗孩子笑 而且母胎单身的极其纯情少年或少女 对多数人来说 你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及格的伴侣 不过往好的方向想 这个实验也证实了 要是我们足够善良 其实还是很有市场的 善良就像爱情这门必修课的开卷期末考 如此关键却又如此简单 根本没有理由不好好把握 也确实有些人呢 就算期末考直接缺考也能过关 但那绝对不会是你跟我了 好了 谢谢您的看过视频 请的关注下 拜拜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